绿色军营 高手云集 他们身为普通军人却都身怀绝迹 超群的本领究竟从何而来 投身军营毕竟断造 他们如何脱颖而出 又怎么留下怎样的成长足迹 军事纪时新春特别节目 军众状元三百六 二零一零纪本期播出 一集无敌神腿 傅国林是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连长 2004年入伍前 他是台选道黑带选手 在部队七年 他从一名学生兵成长为一名连长 并且一直担任部队的格斗教练 春节到了 为了活跃冠兵生活 部队专门摆下了一个比武擂台 在各种散打格斗比试中 从没有输过的傅国林被选为擂主 在这支部队 傅国林号称神腿王 他的功夫到底怎样 我们在训练场找到了他 要能打 人家说出去打的就是这种兵 但是要试一下 要真正跟特兵较量一下的时候 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讲的没用 讲的都是虚的 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这时 傅国林正在给连里的几名战士 开小灶 虽然是在午休时间 但只要是训练时间 他都不想有人对他有过多打扰 能没压力吗 谁对着镜头谁没压力 对着镜头才不需要压力 对着敌人有压力 对着敌人一点压力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着敌人如果说有压力 证明你之前 你的训练 你的苦练的沙迪本领不够硬 是不是这道理 那你沙迪本领过硬了之后 敌人看到敌人 那就野性就出现了 尽管傅国林自称对着镜头有压力 但他这几句话说出来 就让记者感觉到 傅国林是个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的人 傅国林对训练的要求十分严格 虽然很想马上就看到他的功夫 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的训练 打算找一个训练间隙 再了解一下情况 可没过多久 我们就大开了眼界 他在这个简单的准备动作 就让我们见识了他神腿的功力 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镜头 一个斩腹跳 傅国林居然跃起将近一米的高度 而他给战士们做示范时 一脚踢过去 竟然把抱着脚靶的战士踢得飞了出去 从这一个慢放的镜头中 我们可以看出脚靶变形的程度 如果这一脚直接踢在人的身上 不难想象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傅国林的这两下子显然非一日之功 那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跆拳道专业的傅国林 是怎样练成这样的神腿功夫的呢 2004年大学毕业的傅国林 走进了军营 刚到部队时他就参加了 足以残酷著称的猎人集训队 集训队里有一句话 是傅国林当兵以来记忆最深刻的 那句话是 在这里最幸福的日子永远是昨天 当时根本体会不到 什么叫在这里最舒服的日子永远是昨天 从自边上看 事实上是说可能会一天比一天累 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 那强度是那么的大 而且我本身就是 我有练续有技术 有时候我经常也会吃个招 经过集训队的监控训练 傅国林迅速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侦察连长 沙场变兵 王者登峰 中央电视台军事纪时特别奉献 军中状元三百六 二零一零纪 傅国林在带好兵的同时 只要有时间就会教战士们练习功夫 这几名战士没有一个是练武科班出身 可傅国林教他们时却仍然要求很专业 而拉韧带是练习功夫的基础功课 痛吗 怎么会这样呢 韧带怎么这么硬呢 怎么这么硬呢 攻击 不要起来 我没讲起来不要起来 断了 断了 断不了 韧带断不了 慢慢往下撑 痛吗 痛就对了 蓝点就是基本功 因为基础不了地动三摇 腿法 如果说扔带拉不开的话 扔带拉不开的话 那你腿基本上就提不起来 踢得也不会高 所以说这个腿法就对这个螺论要求非常的高 右翼向后倾斜 右翼向后倾斜 傅国林号称神腿王 难道他在平时的散打格斗中 从无败技的原因 就是因为基本功好吗 第二个就是你的力量 爆发力 你大腿大腿爆发力 小腿的爆发力 更难的练武都要有千分的 了解了内主傅国林的基本情况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高手 将向他挑战 这四名战士是各个连队推荐出来的挑战者 他们之间要先比试一下 然后胜出的那一位 才有机会和神腿王傅国林一举高下 正在表演刀法的是郑顺火 他出身武术世家 自幼练习永春白鹤拳 正顺火表演的刀法 被曾小平说成是空架子 随后曾小平的一套徒手功夫也出招了